自秦汉以来,上党就一直是近东南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上党地区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向东可以控制太行,向西可以控制太远,因为地势很高,被称为与天同党,上党因此而得名。 1945年,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上党战役,以31,000人成功击败国民党沿西山部38,000人,间敌35,000人,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这样的战绩,八路军是如何做到的?上党战役八路军为何这么强?除了战略战术使用恰当,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这里是妙文史,欢迎订阅观看。 日军宣布投降之后,抗战中在后方观望的沿西山,胡宗南这个时候都来了精神,命令部队从后方前往日战区。 当时的局势是,胡宗南的九个军从铜关兵分两路,一路经玉西向河南前进,一路从丰陵渡进入近南。 而沿西山也是分两路,主力抢占太远,另一路则是由史泽波带着四个师冲进上党。 上党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位于山西东南部,是物产丰富的一个盆地。 下辖有六个县,分别是长治、长子、浑流、湘园、陆城、武关六个县。 上党地区还是交通疏离,东北京八路军控制的离城,设限可进入华北平原,南下可至玉北平原,北有白晋铁路直通太原。 上党正好位于太行,太阅两大解放区的中间,如果让沿西山的部队在这里站住脚跟,后果不堪设想,此时的情况是非常要紧的。 当时蒋军已经开始沿着平汉县北上,禁纪鲁域解放区实际上已经面临着两面作战,是集中兵力打上党,还是对平汉县的蒋军进行迎头痛击。 这对于前线指挥的刘伯承来说是一个考验,在延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提出。 太行区集中主力收复上党,太阅区向同不禄攻击,纪鲁域平原部队应该进攻开封,新乡,消灭该地的孙电英,庞敏宣布。 这个布置无疑是将有限的部队分成三面,处处都不够,这一举措遭到了刘伯承的反对。 刘伯承认为应该调集主力首先来对付进入根据地的紧随军,只有消灭了进入根据地的复兴之患,才能有功夫在外线作战。 解放战争的第一仗就以内线的运动攻坚战开始。 太行根据地是八路军在华北经营时间最久的根据地,从1938年129师进入太行山起,该地就为八路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两层。 太行区全区人口540万,其中射线、天城、左权等老区220万,从1941年到1944年3年的时间,参军人数就达126997人,占18岁到35岁青壮年人数的37.6%。 也就是说,这些老区青年人里面每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参加了八路军,作为禁忌鲁域边区首辅的射线,从1938年到1948年11年中,扩兵15次,招兵8次,共23次,参军达15751人,要知道射线全线才14万多人。 这意味着,全线每十个人里就有一个参军,而这中间牺牲的人数为1612人,受伤残废的有700多人。 可以说,这些老区对于八路军来说是不能轻易放弃,所以无论是战略还是军心士气,都决定了必须在上党打退沿西山的进攻,但是从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很巨大的。 在这之前,八路军都是团以下的行动,而且在1942年精兵减政之后,原先的标准大团改成了适合游击作战的大小团,当时的大团是标准团有2000人。 小团只有4-6个连,兵力就六七百人,而此时的禁忌鲁域军区的部队虽然开始扩充成大团,但是这些团由于在抗战后期作为机干团使用,兵力都不充实,大多数团都在千人以下重击枪, 海击炮这些装备极为缺乏,全军区只有六门山炮,刘邓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不急着立刻就布置攻击,而是发动根据地开展动员,另一边是抓紧整理部队,将原先分散的部队组织起来,变成野战兵团。 到了9月初,禁忌鲁域军区已经将太行、太越、济南三个军区的主力部队变成了三个野战纵队,共三万一千人,其中陈庚的太越纵队下辖六个团七千多人,可以看出虽然经过整理组织,但是禁忌鲁域军区的主力团兵力也并不充实,一个团也就千人上下,但沿西山的禁随军兵力也不充实, 史泽波当时带着四个师的部队外加一堆游杂武装进上党,兵力是多少呢?一万七千余人,如果将这一万七千人平均下来,一个师才三千多人,一个团也才一千多人,而且还得减掉非战斗兵,实际上的兵力比八路军还要少得多,而八路军内线作战的优势在上党战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是扩军,根据任务,泰越区需要动员一万零五百人身军,但是根据地群众热情高,干部宣传鼓动有力,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三千人身军,到上党战役结束,泰越区参军的轻壮年达两万人之多,远远超过了预期,济南区的早强线,光九月就有一千四百人身军,济南了三。 六三个专区,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次性参军就有七千一百六十八人,这动员能力是极为强悍的,而对面的禁随军呢,战役开始后,严西山从太原抽调解尾部队,在太原抓了三天民夫,弄了三、四千人。 结果在路上就跑了一半,到了战区连一个巷岛都找不到,结果被围困在老野岭,饿得只能跑地里山药弹,南瓜翅,可以说内线作战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禁忌鲁豫军区部队的短板。 在从游击战转入正规战的过程中,是存在不少短板的,比如在首战进攻湘原战斗中,太行军区集中部队对湘原城一个团的部队进攻结果打了一天,连城墙都没攻上去,在后面的巷战中也打了一天才拿下,太行区是禁忌鲁豫军区兵力最雄厚的一支部队,有九个团。 数倍的兵力打对方一个团,打了两天时间才拿下,对于刘伯承来说是一个不好的开头,所以刘伯承立刻起草了禁忌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为部队讲解战术而此类事无巨细的战术指示,刘伯承在上党战役的四十天里还引发了长治作战中的几个战术问题之指示,可以说是手把手交部队打仗。 经此一战,三个野战纵队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缴获的武器装备更是改善了装备情况,要知道战前整个禁忌鲁豫野战军也就只有六门炮。 这一战之后,火炮的数量就翻了三倍,更重要的经过,这一战禁忌鲁豫根据地也完成了自己的整合,并在后面的作战中成为刘邓大军兼实的后援地。 战役结束之后,1946年7月到1947年底,一年半的时间,禁忌鲁豫边区参军的农民就达34万人。 在上党战役中,禁忌鲁豫出动了5万民兵保障战役进行,到了一个月后的平汉路战役参战的民兵,自卫队就达到了10万余人。 而全面内战开始后的聚野战役,绁鲁豫根据地更是动员出60万民工支援一线。 可以说,背靠根据地能是刘邓大军能在解放战争的第一年频频告捷的重要因素,这一切都与上党战役及时清除隐患有很大关系。 禁忌鲁豫军区面临重武器和弹药不足的困境,但是他们没有以此为借口,而是通过战术创新和全新的策略应对,他们组织实战演练,严密安排供应、医疗、通信和情报等方面的事宜,充分发挥战术,弥补弹药不足的困境。 这种困境克服的措施为军队提供了应对困境的模板,也为军队传递了不放弃的精神在困境之中。 实际决定胜负的不是弹药的多少,而是军队对困难的态度和行动,因此,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军队需要更加注重战术运用和细节安排。 在战斗中,军队要善于利用地形,依靠阵地优势,采取夜间战术和进战等措施来弥补弹药不足的缺陷,同时,更加注重士兵们的体能训练和心理素质的培养,增强士兵们的战斗力和战斗信心。 在抗战时期,在战场上的弹药供应非常有限,但是面对施日伪军的包围和压力,他们始终坚信胜利的到来,在对抗困境和对抗敌军的意志方面表现出色。 最终战胜了敌人,因此,弹药的供应虽然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军队的战术创新和困难克服能力同样决定了胜负的结果。 总之,在战争中,弹药的供应虽然重要,但军队的战术创新和困难克服能力同样不能忽视,因此,在面对弹药不足的情况下,军队需要更加注重战术运用和细节安排,同时培养士兵们的体能和心理素质,提高战斗力和战斗信心。 只有具备这些优势,军队才能在困境中战胜敌人,取得最终的胜利,国军在上党战役中面临着严重的弹药不足问题。 但他们没有因此而退缩,而是采取了创新的战术和应对措施,他们利用有限的弹药采取了勇敢的冲锋和快速的突袭,以齐袭敌军并迅速占领至高点,他们还采取了节约弹药的措施,比如使用手榴弹替代炮弹进行攻击。 这些努力最终使国军成功击败了敌军,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与国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炎军。 炎军在战争中面临着相同的弹药不足问题,但他们却没有展现出与国军相似的积极态度和创新思维。 相反,炎军在面临困境时选择了退缩和逃离战场,最终导致了战斗的失败,这个例子清晰地展示了在战争中,弹药虽然重要,但决定最终胜利的是对困难的态度和战术的灵活运用。 国军展现了积极面对困境和创新的思维,他们尽力克服弹药不足的困难,并通过改变战术来适应实际情况。 这种积极和灵活的应对方式,使他们能够在困境中坚持并最终取得胜利,尽管弹药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但它并不是唯一决定战局的因素、军队的意志、战术的灵活运用以及对困难的积极面对同样至关重要。 弹药固然是战斗中不可或缺的资源,但决定胜败的更是军队的态度和战术的巧妙运用。 在现代战争中,弹药的供应更加充分和便捷,但依然存在战争条件下的弹药不足问题。 对于军队来说,面对弹药不足的情况,他们应该借鉴国军的经验,采取积极面对困境和创新思维的态度。 他们可以通过改变战术,采取节约弹药的措施,并充分发挥士兵的勇气和智慧,以期在困境中取得胜利。 总的来说,弹药固然重要,但决定最终胜利的是军队的意志和战术的灵活运用。 在战争中,面对弹药不足的困境,军队应该采取积极面对和创新思维的态度,以应对困难并争取胜利。 只有通过积极的态度和灵活的战术,军队才能在困境中坚持并最终取得胜利,战争中弹药匮乏。 创新和适应性是决定胜败的重要因素在战争年代,但要是决定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在弹药匮乏的情况下,军队还必须寻找其他的解决方案,并采取创新和灵活的战术应对。 这不仅需要军队在组织能力、训练水平和战术能力上的提高,还需要军队对敌方的灵活应对。 因此,战争中弹药匮乏下的创新和适应性是决定胜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虽然弹药的重要性不能被忽视,但创新和适应性对于战争的胜利同样至关重要。 例如,在国军面对弹药匮乏的情况下,他们采取了节约弹药、密集训练和智慧的战术运用,成功地与弹药丰富的敌军进行了抗争。 这表明,即使在弹药匮乏的情况下,通过创新和适应性,军队仍然可以找到其他的解决方案,并取得战争的胜利。 与此同时,弹药匮乏下的创新和适应性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例如,军队在组织能力、作战意愿和战术能力上的局限,可能会导致他们无法充分利用弹药匮乏下的创新和适应性。 因此,在弹药匮乏的情况下,军队需要针对这些问题采取措施,例如提高士兵的训练水平,加强领导力和制定更有效的战略计划。 此外,在弹药匮乏下,军队还需要对敌方的灵活应对进行考虑,敌方可能会采取措施来增加弹药的供应,或者采取其他战术来绕过军队的防御。 因此,军队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例如加强侦查和情报收集,以便及时发现敌方的行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总的来说,战争中弹药匮乏下的创新和适应性是决定胜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军队需要通过节约弹药,密集训练和智慧的战术运用来弥补弹药匮乏的不足,并加强组织能力,训练水平和战术能力,以便更好地应对敌方的灵活应对,在弹药匮乏下,军队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便在困境中保持灵活性和努力,为取得战争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此,你怎么看?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里是妙文史,订阅我,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